欢迎收看区教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我们要讲 社护性癌 很多长辈说 有啊我有检查呀 可是为什么一查出来 就是晚期 潘怀宗教授 他的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都正常 不过第四次 罹患社护性癌 第三期 今天一号难求的权威 告诉大家 有心事的切片 它是精准纠癌的 最新核磁 在家超音波 它的准确度 高达95% 同时权威也提醒说 我们要观察 自己尿液的颜色 来看这个个案 好年轻哦 26岁 他血尿三天了 后来反复的血尿 最后查出来是膀胱癌 所以要从尿液的颜色 看身体的警讯 这是不用钱的见解嘛 所以血尿膀胱癌 平常一定要留意 今天谭敦泽老师说 有四种饮料啊 不要放保温杯 拿四种饮料 拿铁 豆浆 牛奶 含糖的饮料 这个研究是 豆浆装入保温杯内 细菌短短 半小时 增长了30倍 非常重要 锁定这一集 欢迎今天的来宾群 盒子共振扫描 跟超音波把它融合在一起 再用超音波去做导影 直接把针放到那个肿瘤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上拍到下 肿瘤的地方可以加强的去拍打它 还有长高的作用 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 我们再检查一下 内转右边 哇 油 有 怎么需要这个茶垢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用热的水 一定要吃热的水 然后加上 这样子的温度去烧制的话 它会反萃 如何的 好吃 台湾男性第五大癌 是社户腺癌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 孙道存跟台湾齐王 是因为社户腺癌夺命的 其中看到孙道存 那个时候体重还掉了十公斤 那么吴桂林 他是社户腺癌的第四期 最后仍旧是宣告不治 李嘉童 于天 杨志良 王建轩 都曾经罹患社户腺癌 有两成五发现 哇 晚期了 早期都是没有症状 跟社户腺肥大 很相似的 就是贫尿啦 夜尿啦 尿疾啦 还有尿流细小 血尿等等 瓦间的超级明星 洪韦哲 有掌声吧 洪韦哲 好来 韦哲 韦哲还受过这个练习生的训练 那时候在韩国有四年的时间 对 哇 你好孝顺 就是一路陪伴阿公 阿公好像有 射护腺癌吗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阿公在一年前的时候 突然就是双脚无力 然后一开始怀疑是神经的问题 所以去看了医生 照了片子发现 不是中风 我们怀疑他是中风 但是发现不是 后来就转到骨科去看 然后照了片子发现 就是全身的骨头都有癌细胞 然后医生就怀疑 是不是射护腺癌 然后我们就去抽血 抽血完之后 发现阿公的PSA指数高达9000多 哦 对然后才确诊是 射护腺癌第四期这样子 嗯 后来你也是一路陪伴阿公 你跟阿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对 哇哦 浓浓的祖孙情 好像那个时候 阿公很喜欢听你唱一首歌 对阿公很喜欢一首歌叫 望春风 哦 因为小时候我学过钢琴 然后我有弹钢琴 他就把我弹望春风的 把它录起来 当成自己的手机铃声 真的 对然后院长想听吗 想 想就有讲声 听得到现场 望春风 黄伟哲 那我轻唱一遍两句好了 好哦 喜欢这个歌声 而且好像是阿公他有附件 你都有陪他 对我都有陪伴阿公一起附件 哦 你看我们制作人瑜伽店已经准备好 就是来示范那时候 你陪伴阿公做了哪一些的附件 好 阿公有做几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就是躺着之后呢 就是躺着之后呢 要把脚这样拉起来 哦 然后再伸直 然后这样重复一个动作做十次 然后也是左右脚都要做 然后还有一个是把腿抬高 哇 然后再放下 抬高再放下 然后再来是把脚往外 往内伸起来之后往外踹 哦 所以阿公都做得到 一开始做不到 是慢慢来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样子把脚并着 把脚打开 哦 然后再并回来 把脚打开 那你都做一次给阿公看 陪着他做 对 哇 然后但是有一个动作 我是比较不清楚他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因为阿公是脚无力 可是医生有叫阿公把手这样举高 然后再放下 哎 嗯 这个是院长 为什么会有这个 核心啊 嗯 OK 腹肌啊 背肌 那你觉得我们韦哲做得如何 很好 非常好 当然 好 谢谢韦哲 今天是一号难求的泌尿肿瘤权位 领口长根部院长 吴俊德 不做你好 我们来看这个个案 77岁的男性排尿困难 他有腰背疼痛 一直到解不出尿 后来发现 他的骨头全部都被癌细胞占据了 这个指数有790 他是生护性癌第四级 所以很多长辈说 有我检查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建议切片 怎么样情况说 考虑切片 还有相对正常的 在泌尿科医学会里面 我们其实是建议50岁以上的男生 他每年还是抽验一下PSA 还是要去检查 那假设你的PSA是小于4 那我们就认为说 大概把它当作正常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在4到1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癌症的可能性 就已经有 那超过10以上 我们就觉得可能强烈的应该要去做切片 这个就70%的几率了 对 是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摄护性癌的诊断里面 大概很少很少 他的PSA是小于4 那大概两成是4到10 那大概7成以上都是 他的PSA都是大于10 所以今天告诉观众朋友 这个是摄护性癌诊断的最新利器 叫做心事切片法 所以他可以精准地揪出是早期的癌症 医学的进展其实跟科技的进展 事实上是完全都是密合在一起的 那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连PSA侦测都没有 90年代以前我们是没有PSA的 那时候侦测这个前列腺癌 它受腺癌就是要靠肛门指诊 那所以你看到第一个的那个切片 它事实上也没超音波 这是医生的肛门指诊 然后这是切片枪 那就进去用医生的手去顶住 那个有异常的地方 然后枪就去切 这切歪一点一定会切到自己的手指头 对最早期的是这个样子 那等到有超音波进来之后 那我们就根据超音波的一个检测 去做切片 那这个好处是 它可以真正的系统进去切 左右左右然后中左内这样子 更新式的就是 它会先去做一个核实共振扫描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核实共振扫描里面 就有红色的跟橘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那是主要是我们在核实共振扫描里面 我们会把最有可能是癌症的 有一点像癌症的 跟一点点像癌症的把它区分出来 那我们会用色块来做区分 那我们就会用核实共振扫描 跟超音波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叫做融合影像的技术 那当我们看到那一个肿瘤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超音波 把它放到我们的直肠里面去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影像导引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切片的一个探针 直接就放到我们的肿瘤的位置 然后再去采样 早期的超音波的一个切片 是用切片枪 然后从进去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能会 前 中 后 然后左右 左内 右内去切12帧 但是现在的这个影像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肿瘤 它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直接用影像导引 直接把帧放到那个肿瘤的地方 那你大概一帧 顶多两帧 你大概就可以取样到 我们的一个肿瘤的部位 好 在我们的耳穴有一个前列腺点 它不太好念 先讲一下叫耳甲挺 这个个案是40多岁 德国运动品牌的总裁 他排尿困难 所以他解尿疼痛就医 查出视力患 射护腺发炎 经过西奥治疗 加上中医针灸 搭配按摩耳甲挺 精态 It's worse 没问题了 院长 对 他是一个那个 品牌的一个总裁 那他喜欢骑脚踏车 结果骑脚踏车他一直撞到那个汇音 长期一直撞到汇音 结果撞一撞结果就发炎 所以他就跑来这个 针灸这个地方 我帮他针灸 结果过了两天以后 他说很有效 所以他两天后 又赶快回诊又来针灸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耳甲挺的这个挺脚 就是在我们的耳朵里面 耳甲就是耳朵软骨的意思 那这个很像一个 很深的一个潜水挺 那这个叫耳甲挺 那耳甲挺的角落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挺脚 挺脚呢 以前叫做前列腺点 那在男生里面 专门是在治疗前列腺发炎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 大概在治疗这个尿道炎 或是尿道感染这个时候 我们用这个挺脚来治疗 首先就来看看耳穴的这个点 他这个耳朵很漂亮 哇 我们这个耳朵健康就是粉红色 带一点光亮的颜色 对所以他这个 但是睡觉没有睡得很好 所以这边会有 比较鲜红的这个地方 所以要睡薄一点 然后这个耳甲挺呢 就是这里 这个耳脚 然后到这个尖端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耳甲挺 那我们可以用这种笔呢 这个去按摩它 或是我们用这个手指呢 这个地方 这样子稍微这样子按摩 韦哲有感觉吗 这样子按摩它 然后指甲弄掉 所以不然就是用这个尖端 这样子去揉按这个地方 耳甲挺 耳甲挺 哇 今天讲知识太重要了 耳甲挺 前列腺点 好 再来太吸血 这个是内怀尖端 那内怀尖端跟这个阿基里事件的 这个正中央的地方 这个叫太吸血 然后一般我们用一些按摩油呢 然后从这个地方 由上到下 由近心端到远心端 这样子刮的一个方法 哦 就这样子刮 对 这样子刮 然后我们肾脏的损伤 或是肾脏的发炎 或是前列腺的发炎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太吸血来刮杀 哇 好棒 今天讲这个永泉血 我手上还有这一张大图输出 所以永泉血真的是太重要了 先介绍一下这个血位 这个是脚底的全息率 你看这是我们的头 然后这个永泉血 刚好在这个前三分之一 一个人自奉的这个尖端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边刚好是我们全息率的肾脏的地方 那这个是肾脏 所以我们永泉血 我们刚刚讲的肾足骨头肾骨髓 它对长高 还有它对肾脏的一个受伤 或是预防老年痴呆都很有效 我们可以用这个足语 比如说泡脚的方式 对 那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拍打棒的话 我们可以用拍打的方式来拍打 那这一招呢是改编制 满清十大酷型 满清十大酷型 满清十大酷型是夹脚趾 那我们就是拍脚底 可是满清十大酷型是痛 可是我们拍这个脚底叫做痛快 哇 这么帅的韦哲呢 不能让它痛 超级明星 只能让它痛快 所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这个脚跟呢 这样子 这个声音响亮哦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可以强一点刺激的话 可以用力一点点 但是它其实没有什么痛感 你有痛感吗 没有 真的 对它是类似按摩的一个方式而已 我们可以从上拍到下 再来从下呢拍到上 它是不是身体很好 所以它没什么痛感 对对对 它如果身体比较不好的话 会有某一些点会特别痛 所以它应该是身体很好的 所以它会有痛快的感觉 刚愿堂讲 泳泉穴可以长高 你好像有一次就是去针灸泳泉 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是身高是183 但是我是横丸才长到这样子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170公分 然后去看了中医 它帮我针灸泳泉穴 然后短短5年 我就长到180公分了 对泳泉穴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人自奉的这个 这个凹窝的地方 那我们在泳泉穴的地方 可以加强的去拍打它 还有长高的作用 真的哦 所以您看它的脚的部分 所以它身体算很好 还是哪个地方特别留意 对所以我们看 我们先看它是不是很角色 看这个脚的颜色 那你看它这个是粉红色的 所以健康的人是粉红色的 那如果说 你看它肠胃有点点黄黄的 所以我们可以加强肠胃的一个保养 肠胃比较不好的人会有黄色的 那如果是白色的话 变成白色的话就是贫血的人 它会整个都变成浅白色 或是比较劳累 或比较疲倦的人 这个脚底会变成整个白色 那像韦泽这个你看它这个是粉红色的 那唯一就是在这个肠胃的地方 有一点点淡黄色 所以肠胃要好好的保养它 或是可以加强在肠胃的地方呢 泡脚或是做这种拍打的方式 今天有学到吗 有 学到很多 我们坐着不动 愿愿愿早还要再讲一道茶 哇这个茶叫做什么 补胜壮阳回春茶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枸杞是补血的 那这个黄杞是补气的 那这个山药呢 还有这个熟地跟山猪鱼是补胜气的 那我们用这个地龙 地龙就是这个蚯蚓 真的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对对 日本把它抽取出来叫做隐积酶 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叫隐积酶 它其实对这个血管的弹性 还有血液中的那个血液循环 还有血中的氧气效果很好 可是如果是吃素食的 我们就用这个红花来取代 这个红花来取代这个地龙 那一样有帮助血管弹性 还有血中氧气 一个血液循环的作用 这一道茶呢 我把它命名叫做 五胜壮阳回春茶 其实一般人呢 在家里都可以泡着用 那我们一般用这个 1500cc的这个水 煮开以后等待回温 然后把它装在这个保温瓶里面 每天当开水这样饮用 那对这个肾脏很好 林杰亮医师洗肾30年 不过老师 他的素质是非常漂亮 就洗肾的素质是非常漂亮 当时他的情况 您能回忆一下吗 其实我必须说 我认识林医师 我嫁给林医师的时候 他已经洗肾6年了 对对对 我知道我婆婆她讲的是说 她觉得那时候 林医师回家的时候 她觉得她很苍白 然后呢就认为说 她在当实习医师 所以呢没有晒到太阳的关系 对 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 泡水高品圈出现的时候 在泡泡尿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到后面的时候 有时候都已经是末期了 那其实是很难挽救的 那泡泡尿呢 其实平常就可以自己观察 那其实就是解完尿之后 你不要去冲水 然后呢隔个十分钟回来看 如果这个泡泡还没有消失的话 那赶快去验尿 那重点是什么 当你有蛋白尿的时候 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或者临床上很年轻的病人 都是国中国小高中 验到蛋白尿 但是他觉得他没有不舒服 所以就没有去看 那结果一来看的时候 都已经要洗肾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尿液检查是很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家小孩 我们因为以前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如果家人有人 父母是洗肾的 那小孩子洗肾风险会高 所以我们就定期给他们验尿 那即使有蛋白尿 赶快就医 因为没有不舒服 但是等到你不舒服来不及了 嗯的 泡水高平卷 对 不错 所以蛋白尿 它到底是什么样 是上面比较厚吗 然后泡泡很难散吗 有关于蛋白尿 我觉得有时候凭外观 当然是一个参考 嗯 那假设像刚谭老师讲 就是他的泡泡可以维持 比较久的时间 你就只要去做尿液的检测 赶快去检测 那光看外观是很困难 尤其现在年轻人熬夜啦 很喜欢吃大鱼大肉 很容易就会有泡泡尿了 所以还是要验一下比较好 所以韦哲你呢 你应该还好吧 有观察过吗 有 我记得我也是尿尿完之后 就是它是 马桶里面是有泡泡的 然后因为我忘记冲水了 所以妈妈进来就有看到 她就问是谁尿的 她说有泡泡尿是不正常的 但是真的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十分钟后 泡泡就消失了 所以要赶快去做检查 水就是下肢按压之后 没有办法马上回复 高高血压 贫贫血脸色苍白 卷就是异常的疲累 这是林杰梁医师 四招维持肾功能 他就定期咽尿 不乱吃药 饮食少油少盐少糖 不碰加工品 他只吃原型食物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台湾的黑心食品多 所以台湾洗肾病人多 其实台湾的洗肾病人 有一半以上 来自于糖尿病肾病变 所以第一个 吃三高要控制好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你不要乱吃一些 来路不明的药 因为我们临床上遇到的 就是他可能吃一些 来路不明的药 然后结果造成肾脏的变化 那我们知道 少油少盐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少糖 那现在的人 很喜欢喝含糖饮料 其实对肾脏功能 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要特别注意一个 叫做高果糖糖浆 这个呢 对肾脏伤害是大的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很多加工品里面 是有这些磷酸盐的 那磷酸盐 其实会造成一些 这个尿中呢 泡泡会比较持久 它有很多的食品添加剂 所以还是吃原型食物 好棒 林杰良医师养胜 最爱这一道 什么呢 洋葱轻鱼 对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洋葱是抗氧化 很好的东西 那轻鱼我常讲 它是Omega 3含量最高的 我常开玩笑说 它叫做台大一哥鱼 为什么吃鱼会聪明 对 对 这个国外很多研究 考试前两个礼拜 给小孩吃鱼 它的理解力 记忆力都会变得比较好 但是不要等到考试 才给它吃 就平常就给它吃 所以这个轻鱼呢 是Omega 3含量最高 而且它是小型鱼 但是轻鱼呢 记得在煎的时候 一定要盖上果杆 要不然你家 整个都是这个轻鱼的味道 那你就先把一边 放上轻鱼去煎 然后另外这边呢 你就把这个洋葱番茄 就稍微在旁边炒 炒到这个番茄 有点糊化了之后 轻鱼翻面之后 你再把这个菇类加进来 再炒一下就可以了 好棒 洋葱轻鱼 我们有时候去看医生 医生说 你这个是后纵韧带 钙化症 来所以院长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是常年颈椎痛吗 然后有一天 视察工地觉得 头撞到天花板 当下四肢瘫痪 手脚不能动 才发现是这个 后纵韧带钙化症 是 我们后纵韧带钙化 就是在脊椎的后面 这个地方 在紧密的贴合在椎间盘 跟这个椎体的骨头后面 那这个韧带钙化以后 它就没办法回复了 那全世界后纵韧带钙化最多的民族是日本人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这样建立 建立的次数可能超过我们可以想象 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习惯啊 使用3C 还有知识习惯不好 其实后纵韧带钙化的也非常多 所以轻就是觉得颈部紧绷疼痛 偶尔会手麻 手麻好像很多人常有 那如果是压迫到颈部的脊髓 会出现四肢无力抽筋 走路不稳的症状 甚至大小便失禁 全身瘫痪 非常的严重 后纵韧带在这边 对 我们的后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脊髓 脊髓上面呢 连接我们的大脑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黑黑的 他把脊髓已经压到扁掉了 所以如果大家常常有这个 肩颈非常的酸痛或者紧绷 甚至小腿常常脏脏紧紧的 走路会去踢到东西 那甚至走快一点 可能会平衡不好 就要特别留意了 尤其是晚上睡觉 常常会抽筋的人 来邮轻韦哲 先来做一个检测吧 我们颈椎呢 要检查它有没有问题 通常第一个就是 检查我们的关节活动 颈椎关节的活动 那我们请韦哲呢 第一个往左边转 左边转 正常是90度 它大概可以到60度而已 少了30度 算还不错的 因为院长非常严格的 往右边转 这个也是60度 60度 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检查 是一个侧弯的动作 这样侧弯 通常侧弯呢 是比较容易发现 有没有后中韧带概化的情况 像它侧右边 正常要45度 它这个角度大概15到20 侧左边 侧左边 侧左边好一点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检查 就是这个肌肉力量的检查 我们这个颈椎的神经 主要是支配我们的上肢的所有的肌肉 我们先看这个 最简单的 第一个 这个手肘 这个手肘贴紧这个身体 来往外推 用力 加油 这是第五对神经 满分是5分 满分就是可以抵抗我的力量 看到没有 它不太能抵抗 真的 4分不用难过 80分 满分是5分 来 这个是第六哦 第六也不行啊 不是有点令人压抑 很会折耶 来 手指伸着 这手腕弯起来 这个是第七 第七耶 第七也不行 怎么回事啊 长期知识不好 真的 来 最后一个是这个 我们这个叫 这个也是第七哦 抓住 你看我 我帮你抓住 来 你把我拉开 加油 粉丝在看 第八是这个 往上翘哦 第八 几乎没有抵抗的力量 为什么 太讶异了 就是 它的颈椎可能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 要 要来检查 它的这个 肌肉是蛮僵硬的 所以肌肉僵硬 限制住它的活动 甚至影响它 肌肉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做 用一指刀的手法 一指刀来了 我们的拦手指又来了 拦手指出现了 一指刀 这个地方叫头夹肌 头夹肌啊 头夹肌它的位置是从 第三胸椎 连到我们的这个 耳朵后面的这个乳突 所以我们这样子 来 轻轻的这样子做最好 哦 一 游下往上 有感觉吗 有 会不舒服吗 不会 不会 哦 哦 有感觉了 好 因为这个头夹肌 它做三个动作 一个是做后仰的动作 当你低头的时候 它就要使劲的用力 把你头拉住 第二个呢 它是做侧弯 侧弯的动作 第三呢 是做旋转的动作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 所以我们做完以后呢 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 我们再检查一下它的角度 好哦 头夹肌放松之后 来请你转右边 哇 有 90度耶 对 90度了 来 再转左边 也90度了 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刚只处理右边的头夹肌 它两边都可以 它连两边都可以变好 对 再来呢 我们看哦 看它的侧弯 侧弯右边好很多 45度 对 100分 100分了 好来 再来我们测测看 它的肌肉力量有没有恢复 好 很期待 来 往外推 看到没有 突然变有力 就一个头夹肌 就一条肌肉 所以要放松颈椎的肌肉 所以大家姿势要保持很好 刚刚你是没用力吗 来 再来 往上 好 不错不错 来 最后 这个 看到没有 有了 好来 OK 再来我做最后一个 这个第八 第八颈椎神经往上翘 压不下去 OK 粉丝说过关了 半圆形的那个电刀 就是我们用 这个内视镜 去做膀胱肿瘤的一个 刮除的手术 督脉是这样子顺上来的 对 所以由后往前拍呢 它其实是一种涂法 很多人就问我说 怎么去除冰箱的味道 这个真的是法宝啊 不用花钱的见见啊 就是要观察自己的 尿液的颜色 可是这个啊 哇不错 他好年轻 他才26岁 他血尿三天 后来当时说是 出血性的膀胱炎 可是反复的血尿 检查室膀胱癌了 以往我们认为说 女生大概40岁以下 你大概是膀胱癌的机会 很少 那所以一旦出血 我们就认为说 这可能是一个 出血性膀胱炎 所以诊所大概也认为说 那用这样的诊断 帮他治疗 那结果后来 他还是反复的出血 那这病人他也很 大概是很聪明 所以他就知道说 一直都不好 我还是到大医院 去看一看好了 那就来我们医院做检查 那膀胱癌一检查 就发现说 里面其实有膀胱癌 好 所以我们要从尿液的颜色 去看身体的警示 这个是可乐尿 所以这个意思 是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尿液的颜色 通常跟我们的 红血球很有关系 但是有时候 你如果做激烈运动 那变成横纹肌溶解症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肌肉溶解之后 那就会变成这种咖啡色 深咖啡色的一个尿液 特别是你去跑马拉松 做一些很激烈的一个 大太阳底下的一个运动 那你又不喝水 那这种横纹肌溶解症 就容易发生 好 那再来这个呢 深黄色的尿液 好 只要是黄色的尿液 我们就会去 请病人去判别一下 说到底你的水分够还是不够 那大家如果觉得说 它像茶的颜色 大概都是太深了 大概就是你的水分的摄取 应该是不足 所以尿液的颜色就会比较深 我们来看最右边的这一杯 这个是浅黄到金黄色的尿液 这是大部分人的尿液 甚至假如你水分更多 它还可以比这个更淡一点 所以它算OK吧 这个颜色算是可以的 最严重的是它吗 是红色的血尿吗 所以当尿液里面有红色的话 我想男生大概一定会知道 这个有问题 女生有时候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女生我们都会特别 请他们注意 假设是在非特殊的期间 那你可能就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膀胱癌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有一段画面 这是叫金尿道膀胱肿瘤的刮除术 这是我们膀胱镜的一个影像 可以看到那个中间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膀胱肿瘤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有个半圆形的那个电刀 就是我们用这个内视镜 膀胱镜去做膀胱肿瘤的一个 刮除的手术 那我们会把这个膀胱肿瘤 刮下来的简体送去做化验 那他会知道说 它是第一期的肿瘤 第二期第三期的肿瘤 那我们会根据它的区别 在做后续的一个最佳治疗 今天负责有带膀胱镜来吗 是的 长这个样子 可是很多人很惧怕这个检查 我相信如果有做过的人 当然就会担心 大家可以看到 这这么长的一支膀胱镜 大概超过有40公分 那因为男生的尿道 大概有将近有25公分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尿道进去 经过摄物线进到膀胱 那去做膀胱的一个检查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放进去 所以大家当然都很害怕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现在大家就会开发出软式的膀胱镜 软的 那软的大概就它疼痛的程度就会比较低一点 一根头皮针抢救中风 我有一段画面我们可以来看 这是一个52岁的爸爸 爸爸当时的情况 他是有高血脂高血压的病史 他到公园去打棒球了 后来没有力气到医院挂急诊 诊断是脑中风 半边手脚不灵活 中药的头皮针治疗搭配中药 所以院长他已经有挥步行走能力了吗 对他因为太劳累了 他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 他又没有控制好 然后妈妈生病 他有医院 然后球场 然后他又是装访设计师 然后工地三边这样子跑 结果他骑摩托车的时候 哇手怎么没力气加油了 然后他还好就警觉性 他就停到路边 然后赶快坐车子到医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针灸了半年 他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所以一般我们都用头皮针 这个是顶区的地方 他是一个人头在这个地方 脚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几区 去针这个头皮针 那目前看起来恢复的效果还不错 那中风的人 他其实在受伤的脑部的地方 久了以后 那个骨头其实会陷下去 比如说他的运动区 感觉区受伤的话 我们就请他家人在这里这样子拍 直接这样子拍 直接这样子拍下来 或是用刮砂板 直接这样子刮下来 他可以预防他的头骨下陷下去 那平常人呢 我们在家里晚上睡觉前 可以拍 比如说儿区 儿区我们就这样子拍 儿区这样子拍 都听得到声音耶 对 儿区我们就这样子拍 然后呢 后面的整区跟顶区呢 由后往前 因为我们的督脉是这样子顺上来的 所以由后往前拍呢 它其实是一种补法 补法 对 我们由后往前拍 这样子拍 对 那刮沙的话就是这样子刮 这样子刮 由后往前拍 那其实在睡觉前拍的时候 它还有安眠的作用 因为督脉本身就是镇静安神 那年纪大的人 我教他们这样拍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帮助这个血液供应到这个地方 所以还有预防痴呆的一个作用 那中风呢 它就预防它的骨头往下面陷 我们再拍一次 侧面呢 是这样子拍 哇 侧面的拍 那额头呢 是这样子拍 哦 那侧面是这样子拍 哦 斜拍下来 那后脑勺到这个影区是这样子 由后往前 这样子拍下来 嗯 非常重要 谭老师说啊 保温杯等于细菌培养敏 所以有四种饮料 不要放保温杯 我看了下一条 第一个拿铁 第二个豆浆 第三个牛奶 再来第四个含糖饮料 可是我们每次去某个地方 就是保温杯拿给它 一杯热拿铁 这不行啊老师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 好 但是呢 应该是说 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会长菌的温度 就是7到60度 那你买的拿铁 豆浆牛奶 这些含有蛋白质跟糖的 你放到杯子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环保 但是你要赶快喝掉 你要早上买的拿铁 到了中午还在 时间的问题 对对对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 但是你买了之后赶快喝完 然后喝完之后 一定要再做一个动作 用水涮干净 因为你的蛋白质跟糖还留在里面 那还是会长菌的 今天很惊人 一个脏的保温杯 它到底长什么样 因为这个是我们小编养了半年 半年都故意没洗 就是要让官方仔细看 如果你半年没洗 这个保温杯里面 就是茶购 长这个样子了 其实保温杯你每天 都一定要确实的清洗 你不要认为你喝水 然后就随便摔两下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人 他就是每次喝完 就随便摔两下 就说那我们时间是一检 因为发现好多的细菌 好可怕 好那我们怎么去到这个茶购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用热的水 一定要是热水 然后加上过碳酸 那过碳酸 加进去之后 它很快就溶解了 然后之后 你就把杯子泡进去 你就不用管它了 但是记得一定要是热的 那它很快的 就会去除掉这一些脏污 好那像保温杯 这就是我的保温杯 我用很久 听说15年 15年以上 15年以上 对那其实呢 因为我个人 这么干净 我个人只喜欢喝水 各位朋友看一下 这么干净 谭文老师用15年的保温杯 跟新的一样 这样我只喝水嘛 就比较简单 但是瓶盖一定要刷干净 因为很多瓶盖里面呢 都已经长没了 所以瓶盖的细缝 我们现在都很多那种相关的那些器具 可以把它洗干净 好那其实这个 过滩酸盖的好处 它只要用泡的就可以了 现在很多的咖啡色的水 已经融在里面的 好我们待会来看它 今天谭老师还要教冰箱整理术 冰箱零意味的神奇法 是要放这个成人看护店 还有善用收纳盒 运用保鲜盒 还有他家的冰箱 不超过七成满 观众朋友 这是我们小编 他租屋处的冰箱 在谭老师的眼里 真的非常糟 我要开箱了 一 二 三 哇 老师我觉得很整齐 其实我们这个 放的方式就不大对 不过他有一点做得很好 他的米打开之后放冰箱 学你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 米打开之后放冰箱 比较不会有黄麴毒素 但是熟食 我建议大家不要直接 用保鲜膜接触食物 为什么我们知道 在冷的环境下 有油脂塑化剂 就会溶解出来 如果你真的要用保鲜膜装的话 我会建议你 用一个比较深的盘子 然后把它放进去 然后你的保鲜膜 盖上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要接触到食物 这样子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长久会有 这个容易有塑化剂的污染 然后像这个 日本曾经做一个研究 你家的冰箱堆的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穷 所以要怎么办呢 同类的东西放在一起 像水果你就不要 一个放这里 一个放在哪里 这样太乱了 然后蔬菜也就放在一起 你的东西你都看得到 那么你就不会重复购买 最重要的是冰箱的清洁 像这个冰箱 很多人就问我说 怎么去除冰箱的味道 其实冰箱有味道 那就已经是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代表你有东西烂在里面 还有就是你有这些汤汁 里面有擦干净 那我个人呢 会用一些这个成人看护垫 把它铺进去 然后呢 因为成人看护垫很好 它一面是吸的 一面是防水的 那就是它如果有脏污的时候 你再换掉 成人看护垫是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你换掉的成人看护垫 也不要丢掉 你可以铺在厨房 如果你吸完什么水 就滴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一物多用很重要 那它这个也不用经常的更换 像我家大概一年才换一次 然后换下来可以当一些地垫 这个真的是法宝啊 对 然后呢 还有这个冰箱 一定要清洁干净 最重要像这个胶条 只要发霉了 这个其实里面的这些东西 都会受到污染 所以你的这些胶条 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那日本他们研究 为什么你冰箱塞得越满会越穷 其实会重复购买的 还有东西叫做酱料 那它的酱料 其实都放在这个门上面 其实是一目了然 你就知道你不要再买了 然后蛋呢 我们放的时候 蛋尖可以朝下 蛋尖朝下 这样子气势不大 要不然你的很多放的 就是你蛋尖朝上的话 气势会变得比较大 但还不能先用水冲洗哦 对 你蛋一定要煮之前才能洗 如果你没有 这个要煮的话不要洗 要不然水会跑进去 那你们家冰箱是七成满 我们家是七成空的 七成空 对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 家里有多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家 现在吃饭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的水果啦 我的青菜就是买当天 最多就是两天 好 这个保温杯有够脏的 在刚刚经过了清洗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成果 应该泡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其实它已经整个就是干净的了 已经没有 但是这个水已经变得很脏了 很脏了 对 然后这个水不要浪费 你可以再把它煮开之后 把这个抹布泡进去做一个消毒 然后之后再把它烧开之后 再把它倒下水槽 把下水槽清干净 这么大鸡已经完全滴下来了啦 它第二只我们滴口水 好 过年必吃烟红鹅 欢迎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副主厨 刘桂山你好 你好 公关主任严厉菲菲菲好 你好 有一段画面 这段画面要请菲菲来介绍 这一只鹅得过奖 全台唯一的龙眼木的熏香烧鹅 它做工帆布 它有多厉害 你看它是不是一直浇那个酱汁 是的 它其实呢 因为在饭店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壁炉啊 窑炉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的少 然后加上的话 我们是用龙眼木去做这个熏香 哇 对 而且基本上它在选鹅的时候的 食材本来就不简单了 它其实是选用一只云林啊 屏东一带的白罗曼的鹅种 那每只鹅呢 都要重达五公斤重 才能拿来变成我们的主角 所以就是桌上这个有五公斤重吗 对 就是主角本人 它就是烟红鹅吗 是的 它是全台唯一龙眼木熏香烧鹅 所以是烤到八分熟吗 对 必须八分熟 不能太熟 不然肉会硬 好 来 有请布主厨 今天要开始来示范这个切片 过年必吃的 哎呦 这什么 那我就是现场 就是用炙烧的方式 让皮更脆一点 让皮更脆 是的 今天的话我们是来模拟初餐的时候的样子 那表面上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温度去烧制的话 它会反脆 所以等一下吃到的话 我们的那个鹅皮又香又酥 然后里面的肉呢就是会有那种粉红色的肉质 而且非常多汁又鲜嫩 韦哲如何呢 好香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啊 噢了 噢了 现在要上演的是片皮桌边秀 怎么片啊 布主厨 就我们会先就是用刀 片刀 那稍微画个刀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这个声音很清脆 对 听得一清二楚 没错 所以它是脆的 是的 哇 而且像这样子的片皮 就是片皮的这样子的秀 是只有在现场是才能看得到 啊 对 然后你只要仔细听 它其实从胸这边画下去 然后那个皮啊 它会有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哇 对对对 已经闻到了 而且也听到 也看到了 这个就是片皮秀 我待会有剁鹅腿 跟这个鹅片的包装 我要请教的是院长 在中药的这个部分 你有推荐一套 其实吃鹅是OK的吧 很棒的吧 鹅它有补中益气 合胃止咳跟止咳化痰的作用 而且它还可以解迁毒 那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有发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身上有长浓疮的人呢 那一段时间先不要吃太多的鹅肉 但是过年呢 就要多吃一点 让它一路发这样子 所以这个鹅肉 我们会用这个山药啊 还有黄芪党参红枣 大概30克 然后枸杞10克 把它塞到这个鹅的肚子里面去 然后用馅把它缝起来 然后再来把它熬炖以后呢 吃肉喝汤 对身体有补中益气的一个疗效 哇 吃肉喝汤听了就好开心哦 所以这个烟红鹅到底是要怎么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后主厨如何展现它的手艺 今天是斯文型的 先很斯文的把我们的鹅腿慢慢的切下来 哇 这个鹅腿太有用了 对 你会看到它会滴出很多的鹅汁 对 我们有 有没有看到 边边 有 对 这一块其实就是许多客人 指名最喜欢吃的部位 哇 太棒了 我们请副主厨来包一个包卷吧 鹅片包卷给各位朋友看一下 真的假的 哇 这个汤汁已经完全滴下来了啦 真的啊 烟红鹅啊 它第二只我们滴口水 不是在滴哦 快了快了 大家就吃得到了 所以它的烟红鹅色它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没事 我就这个颜色 烟红鹅的话有两种 一个就是它的外皮 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熏香的颜色 就是烟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指它的肉 本身只能烤到八分熟 呈现粉红色的这样 我们一般在包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你看看它加了些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折棉被的概念 对 折棉被的概念 每一个都放一个一个一个 都是一个一个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片的大小厚度 都已经帮大家算好了 然后小黄瓜上一个 对 然后再来降 对 其实说实在 就是吃到后来 我们也不会去觉得说 大家一定要遵守这样子的规则 因为吃东西本来就是很创意的一件事情 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哇 好漂亮哦 这个我要给红伟哲先品尝看看 你一定是二番了 来 帮我拿给你左手边的超级明星 红伟哲 就说上菜 品尝一下 这个叫做 烟红鹅 龙眼目烧香 熏香烧鹅 烤到了八分钟 好吃 如何呢 非常不错吧 评审吃可以新 五颗新 五颗新 蛮饭的 好 来 贝贝 那如果做不完的 吃不完的鹅 可以做成两道 您今天推荐 第一个叫做 黑椒两板 首剥鹅丝 吃不完的话 我们就有一些方法 就比如说 大家常看到的洋葱丝 或是甜椒丝 全部把它切成丝 然后妈妈可以慢慢的 把那个鹅 剥下来 然后细细的碎碎的 搭配我们最常见的黑胡椒 其实还是可以搭配就是 像我们刚刚昨天讲的就是 鹅汁留下来的鹅油或鹅汁 然后加一点就是特别的香料 把它做成一个sauce 一样可以把它淋上去 好棒 另外一个圣鹅也很棒 他们推出来叫做什么呢 叫做苗香鹅骨米粉糖 那个是紧接版的 这个厉害了 整个是凉的热的都是有的 对 开箱咯 开箱开箱 开箱一二三 太棒了 是的 太棒了 因为其实它就是用鹅骨 就是这种 其实最天然的 吃起来就最没有负担 对 然后加上我们常见的米粉 对 然后有一些洋葱 熬成汤 小小的一碗 给韦哲品尝看看 这个热热的汤 你今天好值得 很有口福 在于它的汤头吗 对 它的汤头 它的汤头的话是用就是 开羊 对 还有一些红葱头 对 很简单的这样去调味 然后就像额骨 哇 看一下 哇 超级男神是新生代的新星 洪卫哲 韦哲 你从小是舞蹈班出身 是 高中的时候被星探挖掘 后来甄选到韩国 当练习生四年的时间 对 听说那四年非常的辛苦 很辛苦 就是早上十一点上班 凌晨四点下班 四八 OK 而且有一个惊人的数据 说你一周只用手机 三分钟 请问你那三分钟是滑什么 就是跟家人抱贝说 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然后就结束了 就这样子 电话也没办法打 那练习生的那一段时间 有多辛苦 是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其实我觉得辛苦 我觉得身体上还好 因为我是舞蹈班出身的 所以体力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但唯一辛苦的是 你的那个等待的时间 等待的时间 就是心理上是特别辛苦的 因为可能他们会跟你说 很快就要出道了 但是出道时间很快 他们四年对他们来说 也是很快了 但是对你来说 就是四年时间就这样子 消逝 所以是心理上是最痛苦的 波红伟哲在台湾 被广大的粉丝所喜爱 那你又是舞蹈班出身 所以你是很软Q的 对不对 对 可以劈腿吗 我可以举个腿好了 好哦 来看一下哦 哇 圈本了 太棒了 今天带来这首歌是 牛顿与皮膜 好 让我看着 我带着 往这墙上的石中 你搭着走 想起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突然心动 这段境界 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可能是我有形容了偶像剧里面的生活 你是有的我就是那树上表现爱的苹果 就像雨绕在水里生活 你是夏天我就是那树上表现爱的一阵风不动 什么爱早是永远不知如何图结